另外今天早上前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宣布 她要参选民进党党主席 而这次在整个参选的声明当中 蔡英文自曝 她说很多前辈劝她不要选 避免折损 那么因为民进党在2016年的时候需要她 不过蔡英文说 她是不需要被保护的 另外有关于这次的党主席 形成了两个太阳 一个月亮之争 对此蔡英文就说了 她说没有竞争的政党 外界不可能期待 他们会有相关进步的 下午出席市台会活动 动算生不绝于耳 因为蔡英文上午选在小英基金会 正式宣布参选民进党主席 而必须是人民对民进党的期待 参选声明洋洋洒洒讲了十分钟 避免党内对立没有邀人来站台 蔡英文自曝 长考以来除了劝劲声音 还有人是来劝退的 很多的朋友跟前辈跑来告诉我 他说此时此刻不需要选这个党主席 我需要被保护 民进党需要我选2016年 对于这些朋友的建议 我只能说谢谢 但谢长廷喊话 党会参选人 在党主席和2016只能二选一 不认同谢长廷 民进党两个太阳 一个月亮的战争还打 你不能期待一个政党完全没有竞争 一个没有竞争的政党 其实是不可能被期待的 描述成几个太阳几个月亮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过于戏剧化的说法 有趣的是这场参选记者会 蔡英文桌上的杯子 就写着蔡主席英文 正是她担任党主席时的专用杯 你还换一个杯子啊 你刚才再拿一个杯子啊 这是我上一次做主席的杯子 强攻党魁宝座 蔡英文展现势在必得的企图心 民事宣传者陈威瑜 吕九伟台北报道